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 龍不止三分鐘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晚上好 請問你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了嗎 還沒有訂閱的請你趕快訂閱 因為訂閱YouTube頻道 他可以通知你 老王的影片上架了 那如果你不想要錯過任何一集的節目 記得千萬一定要在訂閱之後怎樣 開啟小鈴鐺設定搶線看 這樣每一集的節目你都可以get到 好的小編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析什麼樣的內容呢 好董哥 這幾天美股真的就像董哥週二說的 資金大風吹到其他個股跟族群 好像也不錯耶 大風吹 吹什麼 吹沒穿內褲的人 我有 你要趕快坐下來 因為你沒穿內褲啊 我有啦 大風吹大家都玩過嘛 禮拜二才跟大家講嘛 禮拜二小編就一直在那邊 一直跌 一直跌 隔天噴7% 對嘛 NVIDIA噴7%嘛 對 然後我當天是不是跟你講 人家沒有一直跌 人家漲那麼多 也不過就來到月均線這個位置 我說季均線連摸都沒摸到 多方趨勢不變 是不是漲上來了 對 當然啦 他漲上來還沒噴嘛 他是維持在一個高檔震盪嘛 可是這樣是好事啊 這樣是好事啊 像他昨天 昨天又小跌了嘛 小跌大概1.9%啊 又是這一塊有點紅嘛 那這一塊是什麼 這個半導體的部分嘛 包括一直延伸這裡嘛 但是你看旁邊 就這一塊以外的旁邊 怎樣 尤其是上面這幾個 尤其是上面這幾個 這個方塊如果越大 代表他佔的權重越大 權重 你聽懂意思嗎 像台積電可能就方塊就這麼大 你聽懂意思 紅海也會很大 那這幾個方塊都很大的 權重很大 因為它是什麼 龍頭科技股嘛 你看他們都什麼顏色 綠色 Amazon這個還很鮮綠 我講過越鮮豔越長勢越兇 代表漲幅越大 漲了2%多 是不是跟我禮拜二講到的情況一樣 好事還是壞事 也不錯嘛 好事嘛 NVIDIA漲那麼多 讓他休息一下 今年漲了150%了 讓他休息一下嘛 休息之後再什麼 再上嘛 那他還沒還在休息這個階段 其他的龍頭科技股漲上來嘛 資金大風吹嘛 原本市場過度集中在追捧NVIDIA 大家都在NVIDIA 那現在他休息了 有些產物就不追了 不買了 那眼光會飄到哪 飄到其他的嘛 就跟這個公司一樣啊 公司的正妹員工都被追走了 對不對 其他的這個一般的女性朋友 也一樣找到男朋友嘛 這樣有點 原來被講物化女性 不行 換男生 抱歉 我換男生 公司比較帥的 像老王這種就死會了 對不對 那公司的員工就不會想要追老王嘛 死會了你要追什麼 可能會追比較其次的 小編這種 也許公司的女同事 就會對你有興趣 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我懂 目光會轉移嘛 對 來啦 你看喔 目光會覺得說 喔 原來啊 世上只有媽媽好 美股呢 不是只有NVIDIA好 Microsoft也不錯啊 龍頭 市值龍頭爭霸戰 還在爭霸 再創歷史新高 小編 你上次去讀Apple嗎 我讀NVIDIA 我讀NVIDIA 現在好像Microsoft有點慢慢在穩定領先 當然還沒有拉開啦 還有得比 因為NVIDIA是休息先讓你們 先讓你們上來啦 隨後 有沒有聽過後發現字 有啊 Amazon Amazon連續兩根長紅 創下歷史新高 Amazon的市值已經逼近兩兆了 幾乎1.9多 9多 97 98了 逼近兩兆市值了 Amazon如何 也不錯啊 電商啊 Microsoft AI軟體啊 電商啊 再來看一下阿發貝 AI的運用 也是 你們看到這個禮拜 連續創高 我請問你 這三檔這個禮拜的走勢 你會覺得美股很弱嗎 不會 你看到只是費神半導體好像不強嘛 人家這個多強 人家這個都在創高 再來看一下Apple Apple還沒有創下當時候這邊的新高 但是也慢慢的漲上來 這是1 2 3 4 連漲4天 連漲4天 等到Apple再創歷史高點的時候 市值的龍頭爭霸戰又有著打了 小編又有希望了 來看一下Netflix Netflix也來逼近歷史的高點 再看一下今年最弱的 在科技龍頭股那七檔裡面 最弱的特斯拉 你有沒有看到這兩天 他也大漲上來 逼近了4個月以來的高點 有 所以七大龍頭科技龍頭股 只有NVIDIA沒有漲 可是人家最近也沒跌了 就在高檔嘛 可是孕育了造就了 讓資金大風吹到其他科技龍頭股 這樣是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啊 好事啊 我禮拜二才講嘛 之前人家都在抱怨執掌NVIDIA 那資金現在流出來到其他不好嗎 好 當然啊 看空的人啊 大空頭啦 死空頭啦 也還是會說 你看NVIDIA不漲了 每股要掛了 永遠都有理由 永遠都有藉口 那我們這大多頭呢 是沒有藉口 七大科技龍頭股 NVIDIA給我好好休息 今天漲過多了 其他的龍頭股 我就問你啊 你有投資美股的 你這其他科技龍頭股 這個禮拜有讓你賠錢嗎 沒有 那是賺錢嘛 這代表美股現在是多頭還是空頭 多頭嘛 真簡單嘛 你在台股大家最不希望看到什麼 拉基盤 那你在美股就最不希望看到拉NVIDIA盤 對 那他要休息一下嘛 因為NVIDIA手上人還是很多嘛 休息一下整理之後 再上好不好 好 沒有人跟你講NVIDIA結束了 我禮拜二才講 人家只是到月均線喔 還在一個多方去世喔 對吧 來看一下 費生半導體指數 如果NVIDIA可以休息結束了 再度往上 那費半能不能創高 可以 可是現在還沒有嘛 那就耐心等待嘛 等待什麼時候 重新站回三條短期均線的時候 我認為NVIDIA就轉強了 那其他的AI概念股又會重新再來 半導體股又再來了 最近的半導體股真的就是比較 在NVIDIA轉落震盪的情況下 最需要休息啊 像美光 公佈他的這個營收跟獲利 欸很漂亮很出色 那公告這個 下一季的猜測喔 其實也不差 但就是符合預期 結果股價大跌大概7%左右 對啊 為什麼 因為股價有先大漲一波了嘛 有先反應你的利多了嘛 你的猜測就必須要超出預期嘛 要嚇到人嘛 要surprise嘛 結果沒有 4平85 符合預期 股價就先跌了 其實表現不差啦 所以長線來看喔 短線這個消化一下 之前漲多的這個賣壓 未來我認為是有機會再慢慢再往上 合理嗎 因為人家營收獲利 未來成長有差嗎 沒有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喔 非凡在整理的震盪過程喔 過去兩集也告訴大家 我們看什麼 看前高的頸線支撐嘛 來 前高的頸線支撐 這兩條有跌破嗎 沒有 所以他還是在一個突破前高型態 回側頸線的一個多頭型態 有沒有改變 沒有 只是我們在等他轉強 轉強就是要站上三條短期均線 道琼部分 依舊守住下方的1234 四條短期均線 短中長期均線喔 施埃猶榮多方趨勢 依舊沒有改變 那那斯達克部分喔 我們在禮拜二跟大家談到了 事務日這一天的大量的低點喔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趨勢的觀察指標 那你可以看到喔 他在這一天跌破了大量低點之後 把短期均線也跌破之後 隔天喔 隔天 很快就把大量低點 把這個短期均線佔了回來了 那按照禮拜二告訴大家分析 重新要回了大這個 這個事務日的大量的低點 那是不是多頭重新轉強 對吧 我告訴大家事務日這個大量低點很重要嘛 站不上來就一路修正嘛 站上來就轉強 那這是為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 那斯達克這幾天非常強勁的原因 當然啦 這是技術面來解釋啊 那如果是盤勢的話 就像我剛才講的 資金流出來到其他的科技龍頭股上面 所以造就了那斯達克比較強 那接下來那斯達克怎麼判斷 一樣 用事務日的這一天大量的低點來做判斷 只要沒有跌破 那事務日在這邊結算 未來就是繼續往上走嘛 這樣清清楚楚下一題 好董哥 台股也太強了吧 封閉中繼缺口之後 一路反彈 今天貴買市場又領先創下歷史新高啊 嘎爆外資 你那天喊有效喔 嘎爆外資喔 嘎爆外資喔 你看嗎 我就跟你們說了吧 我說外資期貨空單 你不要單看那個嘛 他今年一整年都是反向 他都被嘎了 有什麼參考價值嗎 我說你要看現貨市場的買賣超嗎 才是重點嘛 禮拜二跟大家講的嘛 對不對 好再來 技術面的部分 禮拜二跟大家提到 當天我們在解盤的時候盤中 我們是錄影師盤中 還有一個空方缺口 我說這個中繼 我說那台北股市短線要止跌 就是要怎樣 先把中繼缺口給它封閉 那就能夠短線暫時止跌 那如果要趨勢翻多 就要怎樣 把前面那個突破缺口給它封閉 趨勢就反轉了 所以我禮拜二的這個 禮拜二的這個封面 就寫著我們要台股要決戰 空方的突破缺口 就是哪一個缺口 這一個 你仔細來看 我禮拜二 我們在錄的時候這裡有個空方缺口 我跟你講空方缺口封閉 就可以短線止跌 收盤怎樣 封閉 封閉了 因為你不是會員嘛 你是觀眾 我沒辦法及時通知你已經封閉了 那你去問問我們的會員 我在隔一天 隔一天的午報 我就告訴會員 大牌已經封閉了空方缺口 所以他接下來就要反彈了 這兩天有沒有彈上來 有 今天盤中大漲超過200點 有沒有彈上來 彈上來之後 你就可以了解到這個缺口封閉有多重要 真的耶 中繼缺口封閉之後 就化解了短線的弱勢 出現了反彈 就暫時止跌 所以我們有缺口就要尊重 那彈上來之後 今天為什麼這個高點附近 目前這個高點附近 留了一點上影線 為什麼 因為打到哪裡 前面的突破缺口壓力 這是不是一個最重要的空方缺口 所以接下來下週的關鍵就是 台股能不能把這個空方缺口給封閉 只要可以封閉 你聽好喔 只要可以封閉 我在這裡預告 台股會再創歷史新高 講得清清楚楚 對 就是這麼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是大多頭總司令 我們這一路看多做多 這沒有改變了 當然短線或回檔 就像我今年一直跟大家講的 一路看多一路做多 但是短線難免都有回檔 不可能從第一天漲到最後一天 你看台股強不強 下去之後馬上來 更不用講美股了 拉斯達克跟S&P500指數 都已經在歷史高點附近了 又上來又準備要創歷史新高了 今年就是大多頭 我比較期待看到7月前兩週的表現 我蠻期待的 我們禮拜二錄影的時候 美股是不是有點弱 那時候小便還很擔心 我就跟觀眾講了 我說在擔心什麼 現在這一拜跌一跌 下禮拜就7月了 7月的前兩週 是一整年以來 最容易上漲的前兩週 歷史經驗 美股 沒錯 我們要有信心 懂不懂 來 所以下禮拜觀察重點知道了 只要可以封閉缺口 因為只要封閉缺口 就等於站上短期均線 未來就往上 你說董哥 那萬一 下禮拜一開始還沒辦法封閉這個缺口怎麼辦 那沒關係 你就看下面的這個月均線 不要再看五日跟十日了 因為這邊已經有下去又上來 都被扒來扒去了 所以我們就看範圍比較大的 看月均線 懂嗎 如果有在這邊震盪 只要鎖住月均線 多方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那只要可以封閉這個缺口 就可以扭轉趨勢 上去 我們說這個突破缺口 是讓趨勢往下 形成一個高檔的修正震盪 所以只要可以封閉這個缺口 未來就往上走 來 櫃買市場 櫃買市場 今天一根長好突破前高了 禮拜二我們在解盤的時候 禮拜二是往下灌破的 灌破這個十日均線 結果收盤 一樣 跟大盤一樣給你拉起來 又站上了這個十日均線 隔天更是確認直接站穩站好 按照老王過去跟你講的 櫃買市場最重要波段支撐是哪一條均線 十日均線 我不是今天還講了嗎 講了很多天了嗎 我說你就觀察十日均線能不能守住 守住的情況下 它就震盪就往上創高了 好 那你該做什麼 你該做什麼動作 很多人可能覺得我會馬後泡 來 我今天特別截圖 我給會員的五報 6月26日禮拜幾 禮拜三 禮拜三哪一天 就這一天 來 會員的持股操作建議 中午12點03分就follow 6月26日中午12點03分 櫃買市場重新站回五日跟十日均線 請略為增加持股至七成以下 就略為增加持股至七成 跌破月均線才需要降低至五成 依舊可以正常進出 董哥 為什麼你這裡是略為增加 因為我們持股水位一直在維持高水位 那我們最低最低 最近喔 一兩個月以來 最近喔 我們最低最低也就五成而已 最低最低都還有五成 那從五成到七成以下不就是七成六成跟五成嗎 對 所以就是略為增加到七成以下 什麼時候可以七成以上 我要跟大家很負責任告訴大家 我們過去有一個多月 甚至一個半月的時間 我們的會員 全體會員 全國會員 持股水位是七成以上 就是很積極 all in幾乎滿水位 會員都在線上 這不會唬爛 我也不需要再 撿VCR或是拿這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長達一個多月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都七成以上 然後台股是不是走出一個大多頭 貴買是不是走出一個大份處 我就請問你 七成以上 積極做多有沒有賺到大錢 有 比如說你就做多全職股 台積電跟紅海就好了 七成以上滿水位 能不能賺更多 對嗎 這就是老王隊盤勢的掌握 包括這個回檔 你看這個回檔下來 我們也只是請會員 降低持股到五成 五成還要五成 也不是叫會員出清空手 或者是不要買了 不要買股票了 要小心了要放空了 都沒有 因為大多頭總是令 就是要看好台股 繼續往上 就這麼簡單 了解 所以不是馬歐怕嗎 禮拜三就講了 禮拜三因為他站上十字軍線 那如果你是看電視的觀眾 你過去我就教你看十字軍線 你自己也應該會判斷 好 那站上來之後呢 接下來面對什麼挑戰 前高壓力的挑戰 今天是創下歷史高點的沒錯 再創歷史新高 貴買市場再創歷史新高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盤面上有很多的中小型股 題材是各自典放 一下子漲生技 一下子漲太陽人 一下子漲面板 一下子漲設備 是不是 對 那資金到處點火 代表中小型股很強啊 每天都還是一堆漲停板啊 大家都賺錢有什麼不好 甚至貴買市場的強勢 比大盤指數重要很多 你知道嗎 因為大盤指數在漲 就只有台積電鴻海那些大型全資股在漲嘛 所以如果你要看台股 事實上今天貴買再創歷史新高 其實是好事啊 代表了股 大家手上的股票 中小型股容易賺到錢嘛 所以好事 恭喜大家 好 那接下來 就是要來挑戰這個前高壓力 必須要突破 完成突破前高的形態 那目前盤動是已經突破了啦 突破之後就要持續站穩嘛 你不要馬上下來嘛 因為你馬上下來會怎樣 變假突破嘛 那就尷尬了嘛 所以你只要突破之後呢 可以站穩這個前高壓力 小便 突破前高之後是什麼 萬里無雲 海過天空 貴買就會再往上漲 這樣了解嗎 那董哥你剛才這邊是七成以下 你什麼時候會讓會員七成以上 更積極一點 大盤把缺口封掉嘛 你知道大盤把缺口封掉 那這邊是不是也是多方的突破 那你當然就可以積極一點啦 那你當然就可以積極一點啦 這樣了解嗎 下一題 好的 又到我們十秒快問快答單元 各位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希望你的股票 也有機會出現在電視螢幕前面 讓老王來幫你簡單看看的話 記得 今天影片結束之後 要在下面趕快留言 留言的越多 越有機會怎樣 抽到你的股票喔 好的 開始今天十秒 快問快答 第一檔股票來看到中天 那疊升反彈的型態 只要守住月均線 就能持續反彈 如果能夠站上基金線 長線翻多 那致電的部分喔 那你可以看短期 就是看十字均線 長線的話看 月均線跟基金線 這三條均線 全部都跌破 才會翻空 至於籌碼面的話 只要投心繼續買 籌碼面就屬於一個多方結構 合一的部分 疊升反彈的股票一樣 你看 月均線就是一個重要的 疊升反彈的情況 那基金線如果站得穩最好 就長線翻多繼續往上 站不穩也沒關係 只要守住月均線 那反彈的趨勢還是持續 再來看一下雲爆人員的部分 這邊爆了一個波段最大量 所以昨天的大量低點 就是短線強弱的一個判斷喔 那至於波段支撐 看十日均線 台況電的部分 你看到外資連續賣超 投信連續買超 土羊都在對坐 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當然就期待 外資如果可以轉買 土羊通賣的話 那股價就會有明顯的表態 那如果沒有轉買 那就只能看投信 繼續買超 維持它的一個強勢的橫盤整理 短線均線看月均線 那長線的支撐看基均線 暴提的部分喔 這個今天爆出一個波段大量 所以短線的強弱 就看今天的大量高低點來決定喔 好董哥 最近一直幫大家分析台積電 晶圓代工的二哥聯電 可以再幫大家追蹤一下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聯電以前我們就講過了嘛 對不對 那後來呢 大漲一波回檔修正 那前一陣子又早上來 又來到前面的高點 那現在又回檔了 我相信這是很多觀眾朋友的問題 所以小編你不錯 有get到觀眾想要問的東西 但是我一開始沒有要講聯電 因為聯電是成熟製程的一份子嘛 晶圓代工成熟製程一份子喔 那我就要把這三檔股票拿出來喔 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在上 應該說上個月 對現在還在6月嘛 上個月5月份的營收表現喔 那你可以看到喔 世界先進 聯電 利基電的表現分別如下 哪一個表現最好 在月增跟年增兩個一起看的話 哪一個表現最好 各位觀眾 世界先進 月增率5% 對不對 居冠 年增率超過13% 居冠 所以我問你 最近在這個晶圓代工成熟製程裡面 這三檔股票 誰最強 股價 世界先進啊 今天世界不是還大漲8%嗎 因為市場有提前卡位的買盤嘛 提前卡位什麼 卡位 這是5月喔 下個禮拜回來 大家放假一回來 下個禮拜要幹嘛了 要公佈6月份的營收嘛 這個需不需要老王嗎 你們更新 好 需要下面留言告訴我 留言的人越多 我就幫大家更新 那我們 比如說下個月 7月10號過後 我們再做一集這三檔股票 再來幫大家追蹤 你覺得怎樣 OK 那我只是要先讓你 我這個表格只要先讓你知道 就是 世界先進 它能夠在短期這麼強勢的原因 就是大家期待它6月營收會更好嗎 因為人家 月增也年增嘛 你懂嗎 那你在回過頭看年墊嘛 它是月減嘛 年增也只有3% 普普通通嘛 你還月小減 所以它當然 上去之後碰到高點又下來了 所以基本面 依舊是個股表現當中 一個最重要 最重要 你最終 你題材炒完了 你什麼籌碼 主力拉完了 你最終還是要回到那一塊 哪一塊 數字的這一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過去我們在講AI伺服器的時候 一直告訴大家 廣達 鴻海 這兩檔股票 基本面的數字最好 我們是不是一直拿銀收錶來跟你比較 對 我也拿過那個EPS表格跟你比較 我每一次講就是鴻海跟廣達 這我們觀眾都知道 來 世界啊 你看人家今天漲了快9%了 那你看到它的股價這樣走的 漂不漂亮 漂亮 比聯電乾脆很多 聯電是上去又下來 又再上去又再下來 人家是一路往上 那你如果單純看這張圖 看這張圖 你就只能了解說 它是一個趨勢是往上 可是如果你要在這張圖上面找買點 各位觀眾 好不好找 你不知道怎麼下手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他買了80塊 你講廢話嗎 小編你會想買在哪裡 你會想買在哪裡 80 這張圖在想買在80 賣在130 但不可能的 你光看K棒 你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聽老人的話 把均線給他加上去 加一條20的均線 也就是老王習慣的月均線 老王為什麼要用月均線 因為我告訴你 世界它是貴買市場裡面 全值 且是錢中排名前幾名的股票 也就是大型的全值股 在貴買市場裡面 我講過很多次了 大型全值股 看哪一條均線 來當作短線的進出 短線的判斷 月均線 鴻海的回檔 有沒有守住月均線 有 有沒有在坦上來了 有 你看我前幕裡 鴻海報到現在還在報 你為什麼要亂喊 你前幾天的鴻海 為什麼要亂喊 月均線有破嗎 沒有 我跟你講 鴻海不是沒破月均線 不是 不要說月均線 鴻海連10日均線都沒破 你知道嗎 台積電 月均線有沒有破 沒有 有沒有在漲上來了 你在嚇自己幹嘛 你在嚇自己幹嘛 那像世界先進 從這裡 一路往上 有沒有破月均線 沒有 如果你過去你自己有買的 你就應該報到今天還在報啊 董哥我被這裡嚇殺嚇死了 董哥我被這裡藏上 你現在嚇死了 月均線有破嗎 沒有 沒有 這不就是你要的答案嗎 你操作股票是為了賺錢 還是為了要研究星期開心的 賺錢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研究 研究是對的 但是你研究完的終點是要幹嘛 賺錢 這是不是單一K棒 為什麼還創高 單一K棒有什麼重要的 趨勢就是月均線 這個才能讓你賺錢 世界把它放籌碼進來 那你可以觀察到什麼 這裡的回檔 投信下面幾乎都在賣 這個是投信 幾乎都在賣 不好意思剛才講錯了 投信在下面幾乎都在賣 只有稍微一點賣超 所以你在看上面 這個地方是不是整理 誰在賣 外資 這個地方紅色的 連續買超 外資連買 有沒有書要往上漲 有 這個地方回檔了 變綠色了誰在賣 外資 所以我回小編就好了 小編你幫觀眾回答 我剛才講完了 你覺得世界跟誰的籌碼連動比較大 外資 講完了 所以如果世界要往上去挑戰突破這個前高壓力 誰要買 繼續買 外資 我給你打賭 今天一定是外資轉賣 給你打包票 轉賣之後繼續買 世界要往上漲 如果今天轉賣之後 下禮拜又全部轉賣 世界就回來乖乖休息 那乖乖休息你就要看什麼 從馬面就不對了 你就只能看 越新鮮 等到從馬面一對的時候 又會再往上漲 所以你看世界 不用看投信 看外資 那這個不就是大型全資股 我一直教大家的嗎 鴻海跟台積電看誰 外資 外資 聯電的部分 一樣我們可不可以放上一條月均線 可以 因為大型全資股 月均線突破之後往上走 來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是我們在節目有事先預告的 看好聯電要突破的 有沒有 我相信這一段當時很多觀眾都賺到錢 包括我們的會員 對吧 大家都印象深刻 後來跌回來跌得很快 問題是來到月均線這個位置 只有跌破一天 隔兩天就馬上站回來 我講過了大型全資股 就是用月均線來觀察短線的強弱 跟短線的進出 這個地方站上 重新再買回來 有沒有再往上一次 等於你這邊做了一次 這邊再做第二次 月均線好不好用 好用 所以現在怎麼看聯電 聯電現在在月均線保衛站 守得住就往上 跌破就轉弱 就這麼簡單 會不會 一檔這麼大型的全資股 我給他講得輕輕鬆鬆簡簡單單 你可以試看看 投資沒有這麼難 因為複雜的東西 簡單做 簡單的東西 重複做 聯電遇到什麼問題 遇到這個前高壓力 再創波段新高58塊 問題是過不去 前面我們提到櫃買市場 下個禮拜挑戰 那就是要把前高壓力給他占擁突破 然後就往上走了 所以現在聯電遇到一個問題 這個如果過去就是什麼 海闊天高 萬里無雲 你們就等著 你手上有聯電等著數鈔票 那如果過不去呢 就是在這個高點跟月均線的區間 那不幸跌破月均線怎麼辦 轉弱 那你該減碼就減碼 就這樣而已 OK 那往下走 往下走 如果跌破月均線 因為我們說這邊是一個前高壓力 那其實這裡有個前低 所以往下走的可能 他也可能會跌破月均線之後 到這個位置出現支撐 然後再往上走 變成進入了一個大漲一波之後 在月均線的橫盤震盪 這個型態其實在台北股市也很常見 對吧 所以這個地方畫出來是要給大家知道 如果你的大的型態來看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支撐 但是這個地方離月均線有點遠 你聽得懂意思嗎 OK 來 看重買面的部分 這張圖直接就讓你很清楚知道 這一個回檔 跟現在現在這個禮拜的回檔 跟誰賣超最有關係 外資 所以連電看誰 外資 這個我們以前也講過了 這一波的噴出 這一波的上漲 誰在賣 外資 像我們很簡單 來啦 同一條月均線都看完前面兩檔了 可不可以再看立基電 可以 站在月均線之上 股價強勢往上 跌破月均線轉落修正 重新站上又再創高 現在跌回來了 請問在這個地方 你怎麼看 月均線 月均線守住 就往上 月均線跌破 就像這裡再修正 而月均線人不能守住的關鍵 要看誰 外資 你看這邊是外資賣超 它就跌了 外資買超 它就漲 所以我綜合來講 以上剛才三檔 成熟至乘 晶圓代工成熟至乘 這三檔 目前你的觀察動點 通通都是月均線 籌碼 通通都是外資 這樣有夠簡單 如果看細節 我剛才細節都一個一個講完了 你自己回頭看 像連電就是要突破 前高壓力 它就會噴 你聽懂嗎 還要我再寫一次 要不要再寫一次 如果突破會怎樣 就噴 這樣 前提要突破 突破 當初這邊就是突破之後就噴了 來 利基電 最後最後 今天最後的小彩蛋 利基電這邊 持股轉讓 爆出了一個 這個30萬張的大量 超級大量 我不知道是持股轉讓還是盤後交易 反正就爆了一個超級大量 30萬張 小編你有空去查一查 還是發生什麼事 我不管 不管這麼多 因為我要告訴你 你不管是轉讓也好 還是分盤 還是這個大量交易也好 你有賣就是有人 買 你聽懂嗎 不管成交量怎麼出來 成交量就是有人買也有人 賣才會成交 所以不管是什麼因素 反正你就爆了一個大量 而這個大量 你覺得在這張圖裡面 有沒有很突兀 有 那我請問你 在這個地方 你剛花那麼多錢去買這個 他要幹嘛 他要幹嘛 買一套 你要券 小編 我介紹你一檔股票 然後你去買一套 你要券 你要券 你要券你賣得掉 你也仔細觀察 各位觀眾也仔細觀察 這個量爆出來之後 沒有多少低點就上去了 沒有多少低點就上去了 所以 我們把這個量 當成一個超級大戶主力的成本 可不可以 可以 他健常在這 所以只要 不管上面怎麼震 沒有跌破以下 就代表這個大戶主力 目前是賺錢的 目前代表他是賺錢的 那代表他看的方向是對的 那利基電長線就是一個多頭震盪往上 也許會震盪 但 不至於崩盤 但如果這個大量的 這個位置跌破 那你就要注意了 代表大戶棄手 那利基電可能就有一段新的修正 從這個角度來判斷有沒有很簡單 有 好了 感謝今天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都從老王的節目 可以收穫真的 如何去操作一檔股票 如何去觀察這個大盤的走勢 你是把技術學起來了 這個是我們做節目最大的宗旨 好 我做節目不會抱你名牌 因為那個不是我的風格 但我做節目會把 你該有的一個態度 該有的觀念 該的技術通通交給你 而且是很無實的 我希望大家學到賺到 感謝大家收看 也謝謝大家繼續支持老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老王 多多按讚 多多幫我分享 那也感謝你們 有實際來加入會員的人 我相信老王的服務 不會讓你們失望 感謝大家 我們下禮拜一再見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要來跟大家宣導 假投資真詐騙 進來 詐騙集團非常猖狂 在網路社群 或者交友軟體 來主動接近被害人 並且假借股票 虛擬貨幣 期貨 外匯以及基金 等等的名義 吸引各位民眾 加入Line的投資群組 初期會讓各位民眾 小額獲利 後面就會告訴你 要更多的資金 才能有更多獲利 等等的說詞 吸引各位觀眾 引誘各位民眾 加入投資的網站 或者是下載他們的APP 來賄賂更多的資金 後續呢他會告訴你 喜馬量不足 或者是要追繳保證金 IP異常等等的理由 來拒絕您的出金 那當民眾發現自己的帳號 被凍結了 或者網站已經關閉了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被詐騙了 所以老王這裡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高獲利 必定伴隨高風險 當你聽到保證獲利 穩賺不賠 這樣的說詞 必定是詐騙 民眾呢應該要選擇 自己有研究 而且熟悉的投資標的 不要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 或者是網站 以及一些網路的連結 如果你聽到 遇到要你加Line 才能進行投資的 必定就是詐騙 老王在這邊 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 一起關心您 王以龍老王吉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致富投資風險 倍率頂 這真正也建議 集合 注 Matt